各位晚上好,我是晚熊哥 晚熊哥今天又要來介紹牌組了 今天要介紹的牌組是 地屬戰士LV5進化流 我相信那個標題名稱應該很好懂 簡單來說就是 這副牌都是地屬性的戰士組 那為什麼是進化流呢? 因為我們搭配的技能是龜屏的進化 好,那我怕有一些玩家可能 可能對這個技能不太熟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搭配 有一些玩家為了要搭配那個破壞龍 他會使用進化 好,那給各位看一下他的資訊 每次使用時我方要減少一千五百生命值 將我方場上的一隻怪物送入墓地 然後隨機使用我方牌組中的一隻怪獸 其屬性和種族與送入墓地怪獸相同 但等級高一級 也就是說 我要用進化 我的戰士組都是LV4 地屬性 那已經滿足屬性一樣了 還有他的種族也一樣 那我就只要扣一千五百點 我就可以直接從牌組 拉一隻LV5的這個戰士組 好,所以我們簡單來講就是LV4 然後一有機會我們就特招LV5 好,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是因為 我之前在玩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這個將軍 五百將軍蠻強的 這個將軍的效用就是 他只要以表測在場上 以此卡為對象的魔法卡效果 就無效並破壞 只要此卡以表存在場上 在抽牌階段的時候 可以選擇一隻等級4以下的戰士組 怪獸加入醜牌 來代替通常抽牌 我之前覺得這隻很強 然後我就用這張叫做 版主的狂野LV5 然後就特招他 但是發現特招出來的怪獸 是沒有效果的 那他就單純就是一個 攻擊力兩千三的一個怪 也沒有到很強 所以我才有想法說 那有沒有辦法 把他招出來 但是是有效果的 然後我就發現 進化這個技能還不錯 我可以用LV4的 直接拉他出來 那他的效果很好 因為他不怕魔法卡 所以 所以像控制器啊 那一些都沒有辦法 對他起一些作用 靈魂交換啊 狠充直撞啊 是對他沒有用的 所以 我就有這個 就做了這個影片 好 那我來先簡單介紹一下 這副牌的核心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就叫他黃毛將軍啦 這個黃毛將軍就是 功用就是 不怕魔法卡 然後又 可以抽戰士組 代替通常抽牌 好 那我們 這副牌目標就是 叫出他 用進化把它叫出來 好 那搭配哪一些呢 LV4 又是地屬性 又還蠻OK的怪 有 BOX拳擊手 他很棒 他只要 打對手 破壞對手 一直戰破他 的話 他就可以放一個技術器 那 放這個技術器 就可以 下一次他被打的時候 他就可以代替破壞 好 那這個效果很好用 好 那 呃 第二個他還有一個效果就是 呃 如果 他可以將兩個以上的技術器送入墓地 然後特招一隻地屬性的怪獸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真的抽不到這隻 那我用BOX拳擊手 撞兩次之後 我也可以直接特招出來 好 這是BOX拳擊手 還不錯的地方 好 那接著就是 有兩隻怪就是 等一下我會講怎麼用 無賴傭兵部隊 跟 一次元戰士 一個是 釋放自己 破壞對手一隻怪 一個是對手撞你 直接除外 好 那還有剩下的是 我放了這個 魔裝戰士 地之白虎 那他的作用是 呃 為什麼我放他 其實我想了很久 因為 我要發動進化的話 我就必須要犧牲一隻怪 那我為什麼不 召喚在場上 這個怪有效果 那效果用完之後 我再 拉一隻 我再發動進化 那這樣子就一舉兩得 我又有用到效果 我又有用到進化 所以我才會選那種 召喚的時候就會發動效果的 他就是召喚的時候 他可以拉 他可以以手背表示 召喚一隻等級4以下的 通常怪獸 所以我就會召喚這一隻 戰士組的軍刀 他是通常怪 攻擊力1800 打點還OK 也就是 呃 召喚出來 假設我們又滿足1500的血的話 會有一隻軍刀在場上 然後我再直接拉 黃毛將軍出來 好 那這一隻是 戰士拉茲 那這一隻 純粹只是 呃 我想說 如果今天抽不到 戰士組怪獸 他可以召喚的時候 他可以放在牌組第一張 對 譬如說今天比較緊急 對方的怪比較強 我就可以 呃 召喚他的時候 然後拉這兩隻 無賴傭兵部隊 或者是一次元戰士 那來解場 好 那其他的 搭配的裝備魔法卡 後面的一定要是 蓋好蓋滿 那控制器 無底線坑 還有這個 螢幕禁幣 還有 分斷之幣 是一定要的 那比較大家可能比較 好奇的是 為什麼要放一次元之門呢 呃 簡單來講 就是 他的效用是 他可以暫時先把怪除外 然後再拉回來 那因為 我放了這張LV5 LV5的效果是 呃 我可以從墓地 或者是 手排 就是 招最多兩隻等級5的 戰士組 也就是說 如果我的黃毛將軍 掛了 都在墓地了 那我發動這張 我一次拉兩隻黃毛將軍回來 但是是沒有效果的 那 我這時候如果用 次元之門 除外之後再回來之後 他就是變成有效果的 所以我那時候的想法是怎樣 而且我發現次元之門 也沒有到不好用 還不錯 好 那蓋亞能量 地屬性加500 這大家都知道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回放 好 第一場對上的是孔雀舞 好 通常你看到龜瓶 你其實也要大概會想 他要嘛就是如虎天意 要嘛就是用鏡花 好 這場對上的是神鷹的牌 最近神鷹牌也是很流行 好 來 Box有先蓋 後面蓋了敵人控制器 好 神鷹狩獵場 好 來 他準備要拆我的控制器 好 來幫他轉手 很好 來很好 好來 Box拳擊手 來 義次元正式蓋著 撞上去 好來 為什麼我會 為什麼我喜歡先介紹 技能的效果 因為你看 他應該不知道 我的進化要扣多少血 才可以 其實我只要扣1500的血 我就可以了 所以 他的血 如果沒控好 很容易就讓我發動進化了 來 義次元除外 好來 接著 好來 現在 我的風暴騎士 一下 那因為已經滿足我進化的條件 2300嘛 我已經扣了1700來 這個 黃毛戰士送到場上 好來 他想控制器我 來 我用不用怕 當然不用怕 黃毛戰士的效果是 以此為對象的魔法卡 破壞 無效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我的效果 也就是說 他滿 沒有很多人用 所以這是他好處 好 直接把他 破壞掉 有點像黑炎龍 來狩獵場 他要炸我 來我次元之門打開 送出去 再送回來 沒什麼 沒什麼意思 就只是 不想讓 開開看而已 好來 我要發動效果 將軍的效果是 我現在抽牌 我可以選擇 要通常抽牌 還是抽一隻 戰士族怪獸 來代替抽牌 那因為我現在有點卡手 所以我現在抽一隻戰士族 來部隊先下 所以 為什麼我會放部隊跟 那個 一隻元戰士 就是有時候 可以用抽牌來解場 好來 部隊下 好來炸他 犧牲自己 炸他 好來 黃毛戰士撞 好來 再抽 對手開 攻擊無敵化 好投降 蠻喜歡這副牌的 因為 說真的 他會料到 你造這一隻 黃毛戰士出來的 機會也不大 再想推上的是 城之內 那城之內 大家就想要小心 幸運降臨 如果對方用的城之內 沒有用一些技能 那他八成就是幸運降臨 扣最終賭注 好來 先蓋了一張分段之幣 好來 扣我一千五 他對我真好 馬上就可以發動 進化了 好 被轉手 不過這不影響 好來 各位看囉 因為扣一千五 進化直接拉我的將軍出來 好來 聯合軍 聯合軍 一張戰士組就加兩百 所以他現在戰士組一張 所以他現在就加兩百 變兩千五 好來 對方不知道是什麼牌 來 真紅眼 好來 他要綠牌了 好 耳軍刀下 一支加兩百 所以又再加了兩百 好來 他要找出真紅眼 好 我的戰士撞他 然後我的BOX選擇之後也撞他 第二支真紅眼 好來 竟然是融合 好來 發動流星黑龍 好來 為什麼他不撞我呢 因為這兩張他會怕 一個張是進兵 一個張是分段 好 這時候 來對方的怪比我們強 來我要來結場 好來 我來抽 傭兵 好 上場 破壞 發動融合解除 第一次看到有人用這張牌 把真紅眼再次回到場上 撞 撞 來 BOX選擇之後 放了一個技術器 等一下一定不會被破壞了 分段之幣 好會喔 好來 一千一 好 對手投降 所以這場也打得還算順 那 接著我們就到天梯做一場實戰 一樣 來確認有沒有用到這一幅 好 OK 好希望可以贏啊 對上的是明日香 應該又是電子天使了 那就不好打了 不好處理了 喔 牌好厚啊 醫師 會是電子天使嗎 這麼厚的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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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光屬性的怪的這一種 好來 那怕它有 怕它 我怕我這樣會造成我的麻煩 好來我先跟它換 因為 軍刀對我來說 並不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它等下撞我 如果高一千五 我就可以發動進化了 撞我吧 啊一千四的 可惡 不知道它會拉什麼 來我們左下角先關 哦 那技魔 那就危險了 那是我被拉過去 雖然我還有傭兵可以結場 來我不想阿仙 因為 重來 將軍檢被我抽到 好 嗯 那怎麼做呢 好 一樣軍刀先下 好 各位發現它剛剛沒有停頓 所以它應該是沒有栗子球 好來我左下角先關 那混沌市場 到底是什麼菜阿 混沌戰士 它想幹嘛呢 一隻 它要召喚混沌士兵 什麼狀況阿 哇塞 先讓它打 哇操 好 我先把將軍丟掉 好 沒關係 等一下先 我等一下先發動我的 我應該要先叫出來 我應該要先叫出來 因為我等一下才可以用那個 去拉我的一次元戰士 好 好 那如果它等一下真的出娜基魔 我們還有無底線坑可以爆 好 那我們跟它攻擊力有差距 等一下就用部隊或者是 一隻元戰士來接場 不會吧 它又要叫什麼 應該不會有第二張吧 好 好 目前看來是沒有 好來我們來吧 一次元戰士叫回來 先炸它 阿 它不會成為效果 怪獸效果的對象 誒 還炸賽啦 好吧 它不會被人家怪獸效果對象 好吧 那只好控制機拉過來了 好 將軍不怕魔法卡 剛剛好險有看到它的那個效果 那這副 簡單來講就是 讓對手頁 沒辦法猜透你 你為什麼用龜瓶 然後又不用技能 然後又用一堆戰士組的怪 那別人可能 發現的時候 你已經到場上了 那它的效果 就是魔法卡沒有辦法用 非常的好 好 那我就推薦給各位 那歡迎各位就在底下留言 看有什麼辦法可以改進的 或者是 有什麼問題可以問的 我們大家一起討論 好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來我是晚熊哥 謝謝各位 觀看我的頻道 好 各位再見